嘿喲聊世紀 天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微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哈拉普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式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火氣攻擊速度很快 而且每研發一個科技可以獲得20黃金 而且他的兵工廠科技也是不需要黃金的 只需要肉類就可以升級 所以西班牙人升級來說是很快速的 省下這麼多黃金之後呢 可以讓他從西班牙征服者轉成了遊俠 繼續做後續的攻勢 這是比較常見的西班牙人的打法 那西班牙人的戰毛兵、擊兵跟大漏馬 都是有的關係 所以要怎麼選擇都是OK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 西班牙人不能在封禁時代按太多的工兵 很容易導致工兵按太多 算到城堡時代沒有奴兵可以升級 導致打出這個烈士來 所以西班牙人大部分的時候 可能會想要選擇一個磁城戰術 但是在阿拉伯這種地圖來說 可能還是要打封劍 那封劍選擇的話還是比較建議 毛兵配肉馬跟槍兵是比較適合的組合 接下來來看一下維技能 那維技能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輪軸技術 是免費的 而且手推車也是 這讓他的經濟非常好 這有可能是自由西里面 經濟最好的文明 但是他有很大的缺點喔 到了帝王時代後期喔 經濟科技其實有點缺乏 沒有三級馬凱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這個火器單位可以用 火炮火槍都沒有 所以他在打後期的情況下喔 機動性單位是非常缺乏的 當然你要打中裝騎士也可以喔 但是你要去承受這個 血量少的騎士跟沒有三級馬凱 防禦非常不弱 那維技能的後期呢 主要還是打這個步兵喔 最主要因為是他的步兵有血量加成的關係 而且維技狂戰士的跑速 也比一般的步兵的跑速也快一點 但主流還是打這個 劍兵勇士比較常見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劍兵勇士呢 可以吃到軟甲技術的關係 但是維技能狂戰士吃不到 這一點在玩步兵戰的時候 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維技能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步兵跟工兵 唯一組的文明喔 那工兵部分呢 則是有強奴 加上維技狂戰士幫 可以讓強奴的傷害 打到11攻的傷害喔 非常高的那種 維技能的經濟很好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建議喔 前期多打一些 封劍時代啊 大打鬥一下 然後城堡時代就去打 把對方的經濟喔 沒有辦法很穩的 點下手的輪子喔 才可以讓維技能的經濟喔 越打越好 好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然後看到維技能的金礦在左邊 果子在上面喔 看起來還算不錯的 後方還有三塊木區 附近也在後面 石頭在右邊 整體來說算是剛好有合格喔 最主要原因是金礦在後面 而且還有一塊附近也在這裡 所以還OK 石頭在右邊可能會稍微危險一點點 接下來看一下西班人 那西班人這邊地圖就會很尷尬 這邊木區雖然可以稍微擋一下喔 但他這邊可能還是要用TC連防 所以最後有個小文 這邊看到維技能直接拿了二棒棒 衝到了西班人家裡 直接升到裝甲步兵 三棒棒轉裝甲 這個是常見的棒棒開組 裝甲步兵是很有效可以克制對方弱馬 原來漏馬的傷害只有5滴 但裝甲步兵是6攻 所以打起來很容易打贏對方的漏馬 這邊繼續攻擊 維技能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些工兵或是毛兵 繼續前壓 然後出門前再按個槍兵去防守一下 工兵被追的可能性 喔這個違法很特別 居然從這邊溫慢圍出來了 也不是這樣直接拉一條 算是蠻貪性的違法 但這樣子大違讓他 防守來說會比較 算是OK啊 這裡覆一個房子 對 覆一個房子就OK 至少讓他這邊喔 不會被受到攻擊手輕的喔 如果他這樣子違的話 攻兵就可以站這個高地喔 或是這邊直接設這個墓區 讓他墓區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會很受傷 西班人這邊喔 金礦在後方 果子也在後方 其實地圖上來說是不錯的 小微來說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然後慢慢轉出自己的防守兵種 去打就可以了 上面這個地方可能就要多蓋房子喔 然後去把上面的地方給圍起來 上面能夠守住的話 正面來防守應該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左邊這個地方也是 整體 地圖評估喔 至少也是有60分的期限 因為小微來說很輕鬆喔 金礦也都在裡面 果子也是 兩分的地圖分數 感覺上是差不多的 好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看下去了 這時候 微精人直接先爆 打一波馬舊 想要把這個馬舊給敲掉 好這時候 西班人已經來到了四隻刺頭 第一時間收掉微精人的弱馬 打完弱馬之後就跑掉了 看來是要來攻擊微精人的家裡 OK這邊出門的時候有配一隻槍兵 讓兩隻貢兵順利的可以到前線幫忙作戰 好這時候就去看要不要走過去 沒有要走過去 好直接拿村民來修一下 好哪裡 三隻刺頭抓到了一隻村民 村民直接掛掉 槍兵來不及救到 結果被守殺是微精人啊 而不是西班人 這時候往後撒農田 左邊這根箭塔要被建起來 弓兵往前拉一下 好 亮王塔建立了起來 左邊這個地方有根箭塔之後 就很好守 在右邊這邊就會變得危險一點點 看要不要繼續打右邊這裡 哇靠 直接挖石頭防守 挖石頭會拖到經濟喔 很有可能微精人這邊會打出一個 時代差距人 但是 這邊又打出了一個洞來 但是微精這邊是打 裝甲步兵開局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肉量也是用得蠻兇的 好 目前村民處是由西班牙人 這邊39村領先 微精人這邊稍微有 TCDelay一下 導致自己村民處有點落後 這邊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還有這個一級木 一級農財隊 還有一級的蛙精 該點的科技都點下了 好 西班牙人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大概差距一分鐘的時間 當然有這些劍塔在的關係喔 讓他到了城堡時代 也可以享有一個比較安全的 採集資源的 地點 待會城堡可能會插這個高地喔 去守一下這塊石頭跟正面的木區喔 還有這個城堡中心 好這邊直接上個大石牆防守喔 OK OK 大石牆圍得很快 一升到城堡時代的微精人 這裡沒有打算要開第二個射箭場或是雙馬就出騎士 因為看到對方已經為死的情況下喔 這邊下城堡中心是 的確是很適合的選擇 3TC開農 畢竟有自己這個時代上的優勢 這邊城堡要怎麼往出去蓋呢 是個問題喔 好這時候又知道對方可能會把城堡往外蓋 所以把弓兵拉到右邊喔 想要阻止對方蓋這個高地 但是西班牙人被迫 只能把這個城堡蓋在家裡 但這個位置其實也不賴啦 看就是正面的部分會被燒得有點煩 好 這邊換出西班牙征服者 那微精人呢 這邊則是轉出了弓兵的升級 奴兵開始下 二級射待會再補一下 但現在要做的事情喔 是要先把3TC的村民的肉量穩定下來 先以不斷村為主 然後讓這個村民呢一直運轉起來 然後待會有200肉的時候 再去點下二級射 畢竟現在第一時間也沒有要打架 那西班牙征服者這邊出來的目的喔 也是希望讓對方趕快去點二級射 然後讓他斷村喔 這樣經濟就會差了一些 好這邊用兩隻西班牙征服者開始騷擾 那西征的情況喔 只要三發都有打中的話 就可以秒殺一隻村民 所以兩隻火槍的話 其實有點困難 那我會比較建議四到五隻喔 出門的話更穩定一點 比較容易遠距離喔 也可以擊殺到一隻村民 以免對 以免你的西班牙征服者 砲槍的部分 會讓你很痛苦 秀了一堆操作 結果連一隻村民都殺不掉 這會很懊惱 這裡有洞喔 這是有洞喔 還是沒有 那樣子 哇 僧侶第一時間被射爆 好 再出來 但沒有打到 那西班牙征服者喔 在這個時間點喔 兩槍就可以打到11隻僧侶喔 因為僧侶是沒有防護力的關係 而且西班牙征服者是16攻 32滴的傷害 所以打這個僧侶來說是很快速的 只要沒有點下這個 神聖思想的話 那通常打西班牙人 點神聖思想的 意義好像不大 因為畢竟攻擊力太夠了 但如果該打僧侶戰的時候 還是要去點 不然去出這個僧侶就沒意義了 好 這時候 危機人點下了 快要點城堡時代了 要不要點下城堡時代 哇 結果老頭直接又倒了一隻 哇 十一針無法無天 正面沒有為死 這是他的一個肉死 應該算miss喔 這個有點 尷尬 哇 上方的老頭 直接被開槍 糟糕了 右邊還有更多的洞 可以跑來跑去 好 這邊有轉出了 一台投石車 那危機人這邊沒有 救贖思想的關係喔 所以對付 輕型投石車的話 只能用騎士喔 或是用步兵 或是用工兵去秀掉他 或是投石車互丟 都是一個 危機人的選擇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像其他文明一樣 直接使用救贖思想 去應召對方的投石器喔 好 這邊工兵稍微秀一下操作 喔 想用預判 但沒有預判成功 好 這邊用村民稍微打一下 哇 這邊工兵的血量非常慘 只剩下 半條左右的血量 好 這邊西班牙的政務者 即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六村有 好 這台投石車一出來 解掉正面投車的 殺了 然後目前危機人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時代差距打得非常巨大 危機人並沒有出太多的 吃肉單位 反正是全出工兵 而且是單射箭場在出工兵的 好 最省的那一種 好 工兵再過來 拖一發 好 看到工兵只能撤 現在二級是很驚討 好 西班牙人這邊再來 海頭車過來砸一下 兩邊破壞嗎 欸 有沒有欸 居然活了下來 右邊這一棟城堡有點難挖 哇 又中了一個大丸的 好傷 剩下八隻工兵 能夠守得住嗎 火箱第一時間想用正面集火 哇 直接 點發式 點掉了 頭石車 好 這裡按隻騎士 來解一下青頭 這邊工兵要補一下血喔 不然會全倒 喔 又殘血了 頭石車真的好痛 隕石術是非常重要的 大規模殺傷 好 這邊西班牙人點下了 帝王癡帶 維健人點下了長茹化學 還有二級 一級的工兵鎧甲 好 這邊再瘋瘋躲動一下 右邊這邊挖石頭村民會被抓包嗎 感覺有機會 有機會 完了 被看到了 村民很無助 回家囉 但是還是被追途 好 強奴已經升級好的維基人 已經點下了三級射強奴 攻擊力來到了 6加40攻 標準強奴傷害 怕血液喔 但還沒有點下維基狂戰士幫的關係 所以攻擊力還差了一點 還不是他最強的型態 好 維基人這邊肉量非常多 要開始考慮轉步兵了嗎 但射線場補了蠻多的 補到五個射線場 好 等一下 山龍山木 經濟搞到最好 又這邊經濟非常的OK 這也是維基人的一個小小的 優勢喔 山龍山木 讓他後期可以轉出更多的單位 去碾壓對手 經濟型文明就是這樣子 好 這邊 強奴雖然不夠 直接被火箱給收掉 這邊再抖動一下 直接在這個高地蓋起來 一棟城堡 可是他敢再繼續往前蓋 可能怕往前蓋也蓋不起來 火箱其實有點多 好 維基人這邊開出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西班牙則是點下了草藥治療跟三級的工兵鎧架 他在上面補血 這些西班牙征服者 好 這時候 西班牙人升到第四個城鎮 先升級的是大衝車的升級 難道是西班牙要先進攻嗎 哇 這邊又大量的火箱兵走了進來 又再次被大開槍了一次 家裡沒有太多兵人防守 但這時候工兵鎧架已經升級好 三級的工兵鎧架稍微讓西班牙人擋一下 這邊的傷害 要是他剛剛沒升可能會死得更快 好 這邊強烏直接走到中間農田地帶 現在強烏來說對西班牙人會很難解決 雖然也可以用犧牲打 但強烏本身攻擊速度快 要打贏犧牲也不是問題 好 這邊強烏沒在空的關係 有一般的強烏在打右邊的建築物 這邊應該可以用西班牙征服者 直接解決掉 左邊再蓋出新的一棟城堡 正面部分開始出大衝車 兩邊都是想要出衝車開頂 OK 最想要看的東西來了 那衝車打西班牙人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這個火槍兵打衝車只有一滴血 所以可以吸收很多火槍的傷害 這邊拆了一台 開了一台巨型頭司機過來拆除城堡 當然西班牙人的大衝車也已經OK 我已經看到大衝車會有什麼反應呢 工程工程師也點下了 這麼貴的科技也馬上補了 這時候西班牙人點下了霸權科技 這個霸權科技可能是想要讓自己的村民存活力增加 血量多一倍 防護力跟攻擊力也會有所提升 火槍兵開始在後面輸出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去打後面的強盧 也怕被強盧打 好大衝車直接正面頂爆了 維健人的衝車 現在西班牙人的衝車數量有優勢 後方巨型頭司機已經在攻城當中 這一波強盧 可能要 阻止一下對手過來撞巨型頭司機 對一定要卡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不能離開 一離開的話 這個巨頭已經會被大衝車給頂掉了 這邊直接拿村民來打架 村民就是戰鬥單位 火槍繼續輸出 攻擊後方的強盧 哇靠 強盧直接被破撤退 村民加衝車直接撞掉了 維健人的兩台巨型頭司機 這邊打得很漂亮啦 西班牙人 這裡補下一個化學 待會要來打什麼呢 不轉遊俠嗎 繼續打西針 感覺蠻危險的 但他這邊出西針也有可能是顧慮到 對方是維健人 有這個銀罐 酋長科技喔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有外增上的效果 打這個騎兵單位 這時候維健人轉出了步兵的鎧甲 還有攻擊 一級的鑽造技術 好 稍微再小小加速一下 火金狂戰士已經開始慢慢量產當中 八台衝車 OK 這邊就想拉村民來處理 但是遇到後面的強盧 村民可能也會躺不住喔 但這個村民的防護力跟血量真的提升很多 遠防刺 80滴血 好 搭衝車想要趁個機會 全部的單位都在 左邊 從右邊慢慢偷偷 開車開了進來 維健狂戰士可能要再多暗一點 裝懶裝懶 衝車撞衝車 數量壓制 好 村民又拉了一些想要過來硬解 太硬要了吧 西班牙人這樣子硬要有點偽妙 還是他是故意的啊 唉唷 大量的西班牙火牆直接 突入了 維健人的城鎮中心 也不管有沒有城鎮中心啊 反正家裡沒城堡 我就直接踩過去 後面只有少量的戰防兵在家裡防守 有 這邊終於開始往前進攻 西班牙人這邊的想法 是用自己的村民當近戰單位來使用 然後後方輸出一堆大通車來攻城 然後主要輸出還是要靠西班牙征服者 去打 這個想法蠻有趣的 但不太建議喔 畢竟村民是不會主動攻擊敵方單位的 一個 採集志願的村民 所以如果你要把他當成戰鬥單位來用的話 手術是必須的 沒有像遊俠他們會自動主動去打架 好 大通車繼續鋪撞 我已經人的充車有點變少囉 剩下最後一台 沒了 那還有六台正在產生當中 但人頭有點卡 因為家裡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想來防守一下 好西班牙征服者從後面來想要直接硬扁到巨型投資機 在這邊拉非常多的征服者想來當肉盾 火箱直接左右開弓 直接爆抄 後面第一時間攻擊的是巨型投資機 喬弩部份還在被西班牙征服者 繼續輸出當中 哇這邊拉這麼多村民出來打 有了效果 OK 打完之後再回去繼續採資源 西班牙人的爆名流 非常的有用 好 這時候西班牙人轉出了一級的馬卡 雷劍人則是轉出了二級攻 步兵的科技 防禦力已經升級好 開始慢慢轉出一些 圍巨狂戰士 圍巨狂戰士的優點 就是跑得比一半的步兵速度快了一點 所以要去追趕對方的 騎兵單位有一定的幫助 但遇到西班牙征服者 可能還是有點扛不太做 畢竟他是步兵單位 被火槍射 這還是有點難受 這邊兩邊稍微休戰一下 這時候 圍巨人點下了圍牆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防禦力跟血量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在這邊抖鬥 戰毛兵直接攻擊後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頭一發毛可以直接收掉一隻犧牲 這面圍巨狂戰士也是暴打一波 這邊衝車吸了非常多的傷害 右邊這種城堡能夠成功拿下來嗎 但這邊有更多的圍巨狂戰士上來 直接硬抖這邊的村民跟衝車 西班牙征服者只能往後開始慢慢拉扯 圍巨人這時候補下了三攻 讓自己的圍巨狂戰士的傷害來到最高點 金瑞也補下囉 血量騎士滴血 好 西班牙人這邊補下了大洛瑪的升級 好 西班牙人這邊補下了大洛瑪的升級 但沒有辦法 這個大洛瑪一定要升一下 因為這個戰毛兵有點難解 西班牙人現在要打贏正面這些圍巨狂戰士 一定要出更多的火槍 但這裡的黃金數量已經有點見底了 轉大洛瑪出來打 只能堪用吧 因為大洛瑪扛不太住圍巨狂戰士的傷害 但不出大洛瑪感覺是更苟不下來的一個方法 因為大洛瑪一定要處理戰毛兵 火槍兵才有輸出的空間 好 但圍巨人的大衝車其實很煩喔 吸了非常多的火槍兵的傷害 這邊開始在展現控兵 好 這邊戰毛兵數量開始變少了 所以可以用火槍開始壓了回去 那圍巨狂戰士這邊數量一直有在暗喔 數量來到了28隻 好 這裡補下更多戰毛兵跟圍巨狂戰士 圍巨人這邊經濟太好了吧 基本上野礦都是有圍巨人拿下來的 黃金還有3700多 而且現在打這個披風 鬼巨狂戰士 黃金需求量也很少 打步兵的好處就是很省錢 好 西班牙人這邊 黃金快要見底 好 這邊再次上前 尾巨狂戰士加上強奴戰毛兵 繼續輸出正面 尾巨狂戰士加上強奴戰毛兵 後方的尾巨狂戰士 被火槍兵追著打 但裡面有台衝車 吸了很多傷害 OK 城堡一掉之後 這些尾巨狂戰士可能會撐不太住 當然是殺了到了這邊農田的村民 跑得快還是很好用的 好 這邊直接用村民反制 尾巨狂戰士 哇 還打贏啦 這就是村民傷害有快到死的一個傷害 3加6 9滴 團結就是力量 西班牙人表示 村民也可以當戰士 OK 更多的尾巨狂戰士走了過來 踢封走個一波 直接會硬抓後面的火炮 哇 也抓掉了 火炮直接被 嚕爆 後面的戰毛兵 也有尾巨狂戰士在防守 這一波進攻 西班牙人可能快要撐不住 支援量已來到了箭底 咦 好強啊 披風走A 大樓馬在上了喔 打沖車繼續開頂 但沖車遇到對方的村民會有點麻煩 會被追著打 OK 這邊的火槍兵再度逼得過來 危機人這邊還有4000多的黃金 打了快一小時還有4000多的黃金 打了快一小時還有4000多的黃金 這什麼概念 越打越有錢 好 危機人這邊慢慢用資源壓過去應該就可以結束比賽了 現在西班牙人這邊在死撐 假如在毛兵打倒更多的犀貞 就可以結束遊戲了 因為犀貞一旦不能再量產起來 就打過太盈 危機人這邊了 怎麼感覺 又有點在玩弄對手 這邊直接出巨型頭11慢慢拆 就搞定了吧 好 這邊也不出 好 西人再過來 來 好 這時候這時候打出了聚聚魚 危機狂戰士出了191隻 大落馬是162 但是完全擋不住 危機人這邊的披風 瘋狂途徑 一直走A 越打越有錢 打到了58分鐘 還有4000多黃金 後面中午才把這些黃金花掉了一些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危機人拿到大部分的勝利 肉量來說雖然少了一點但也沒有少到非常多 大概少5000 黃金則是贏了大概快要 8000 石頭只是贏了快要300 那經濟來說危機的經濟還是太好了 三龍三木打到後期 影響力還是特別大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喔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記憶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沒有訂閱 今天早上睡覺 死吃 4 1 5 1 1 2 2